助你自在、自學、活出風盛人生 自在人生大學堂 黎尼 來到就是自在人生自學計劃這個單元的最後一集 十分感謝我身邊的這位拍檔 他真的每次都來到跟我分享很多 希望教到大家 學員也好聽眾也好 希望幫到他們很多 這位是駐校社工 兼婚姻及家庭治療師 兼剛完成了一個關於小朋友的課程 你經常讀小朋友課程 那是否叫小朋友課程 甚麼課程 我讀完也不知道 考得很辛苦 那位博士學位是做研究的 只不過裏面是講小朋友 這位就是Victor 劉志遠 Victor 早安 大家好 今天來到最後一個單元 但我覺得這幾年大家都要留意的情況 就是虐待兒童 剛好在八月中的時候也有新聞 就是提到這個虐待兒童的個案 今年先說一下數字 今年上半年是錄得716宗相關的案件 較去年同期升了三成 而當中涉及侵害兒童人生罪案 有359宗 涉及侵害兒童性罪行有357宗 而當中有359宗身體傷害案件當中 有八成一是涉及了虐待兒童或忽略的案件 包括了 例如看佛、疏忽照顧、讀留兒童在教宗 案年是增至2成7 而在性侵內是多達6成9 屬於非禮 案年大升了八成 所以說到虐兒的數字上升 看到這宗新聞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父母覺得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辦呢 可能是跟自己有關的 先說一下 因為打完之後 不知道怎麼辦 怕被人拘捕 怕兒子拘捕 後來試過 說到虐待兒童 其實剛才也有說過不同的形式 其實我想先問一下 有沒有一個想法叫什麼叫虐待兒童 有一個定義 就不是什麼想法 我客觀地在我們的工作指引上高 有不同的定義 可能是身體上高的虐待 即是身體 打仔 性 性就是非禮 然後可能是疏忽照顧 剛才舉個例子 就是獨留兒童再加 跟著就是精神虐待 我們大致上分四類 而兒童的定義 如果不要記錯 擔心不要記錯 香港定義 十六歲或以下 是叫兒童的 所以如果牽涉到一些性的個案 我猜有機會是 假如學校社工發現 就算是 兩口子在拍拖 太親戚的狀況 有機會我們都會舉報 誰知道兩口子在拍拖 即是兩個人在拍拖 我們叫懷孕者 不一定是父母或成年人 有機會是你拍拖的時候 你做過一些很過份的事情 我們會報 即是如果兩個小朋友 我當時十一歲 現在很早熟 即是他們兩個拍拖 而給柳Sir你看到 他們太親戚 沒錯 那怎樣 牽涉到很多時候 我們會看那條界去到哪裏 也會擴修相關機構 討論某些個案 究竟是否屬於 如果我們覺得屬於 我們首先會報了這個 我們叫保護家庭和兒童科 跟進就會報警 跟家長有很多互動 如果牽涉這一類個案 我們跟家長有些互動 取決於家長究竟 他覺得嚴重程度 因為這條界沒有實際地告訴你 這條界是怎樣的 所以我們批大人 也有很多討論 就算是我們報了保護家庭和兒童科 又報了警 是否一定要立案呢 不是的 現在我猜 相關數字報出來是立案的 我們都開了很多專業會議 所以這個過程裏面是不同 就是兒科醫生 心樂家 寫書寫工 學校的代表 有時候不用學校代表 看看你哪裏報 我們會和相關的家長 甚至乎有時候會邀請 他們家裡有份照顧者 開個會議 來決定個案 是不是 是不是一個弱儀個案 跟警方那邊是分開處理的 我們說不是弱儀 我們說是弱儀 他們可能未必立案 要分開處理的 我們很少的狀態 我們不說是 他們說是 這是很少的 因為他們那邊的門檻是比較高一點 嚴謹的 牽涉到罪行 我們這邊就是牽涉到指引上的情況 但是剛剛你所說 其實如果你這樣說 原來這樣也可以報約代兒童 可能我多時父母都不知道原來這是約代兒童 等於我留個兒子在家裡 等於我兒子在家裡 五分鐘 我們有合理 我們會談的 因為很多個案 一個中 你兒童的定義很寬 一個究竟是小六和中一 你怎麼說的 如果小六學生 你讓他自己搭地鐵是否弱儀呢 小一自己搭地鐵是否弱儀呢 我們會談的 不是說情況是這樣的 我們就叫做所照顧 我們會看很多配套 你小學生自己一個搭飛機可不可以 那 可以有空姐看著的 沒錯 如果這個配套說的是 我們已經找其他支援去照顧到 我們覺得OK 其實這個不是 但如果不是的 他連飯都不能吃 我給2元 你自己處理 我們 在運作上 我們不覺得 小朋友可以得到適當的照顧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通報社會福利署 然後跟他討論的個案 究竟是怎樣的狀況 是的 既然是這樣 剛剛你講了四點 我首先在這兩字裡 慢慢講一下這四點 包括第一個 我覺得最多是身體的虐待 是的 這是最容易出現的狀況 打仔 因為在傳統中國人的社會裏 你做得不對 打你是理所當然的 你做錯事 我罰你是理所當然的 當然 現在很多討論 我們都在爭論 五十大板 沒錯 我記得我小時候讀書的年代 那時候學校 我不知道你是否 可能也是這麼少年代 是的 小學 即是密宣不合格 老師是可以打手板的 我也有打過 我永世都記得 那個間尺粗度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以前的間尺 到了某一天開始 立法 老師不可以看法 那時候開始大家醒覺 原來這個是叫做 一二 那時候叫做看法 然後慢慢一邊討論 社會上的討論越來越多 然後立法處理 然後我們才慢慢出了 一個定義 如果我們的年代 那樣東西叫做若兒 老實說一句 我全家被人抓 是啊 我小時候都有被說 我婆婆打的 因為社會進步緊 也有很多 無論是研究好 討論好 這個方法是無效 還有我們需要開始關注 兒童權益 我們要保護他們的時候 那有些情況 我們會是嚴厲了 我們會覺得這條界是嚴厲了 當然了 我們現階段 現在這個社會 有沒有這個打仔狀況 當然有了 當然有了 他想教好的小朋友 而用到這些手法 當然我們不建議 但是如果沒有人教他 沒有人支援的時候 我們會體諒這個狀況 我們就會數 究竟我們怎樣幫助這個家庭 或者我們數究竟 在一個多專業會議裡面 有一個彈性去討論 究竟那個是否若兒 那些客觀條件 我有沒有記錯 我們那時候看幾重要的 就是次數 嚴重程度 打的位置 如果你每次都是打手板的時候 其實我們未必那麼容易 是去到 我們叫做adaptist 一個是若兒個案的 但是如果你 踢踢過頭 嘩 頭像豬頭一樣 我們都試過 面對過這樣的狀況 再看那個frequency 是否經常都是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就會 選擇究竟是採取什麼行動 即是如果你們看到的時候 你都會報回 我們會報 好 因為未來會更加嚴厲 未來會說我們沒有選擇 以往我們的選擇 就是我們有機會 有空間去討論 究竟這個個案 是不是我們需要上報 是不是上報之後 是不是adaptist 現在好像step 1 假如立法是必須要通報的時候 我們都討論了業界 我們看到騰跳順 就是要報 我們看到你瘀了 我們都要報 報了之後 究竟他自己跌瘀 點瘀 又與我們無關 我們看到有些 客觀的證據 證明他有可能受到虐蕩 我們就需要報 否則你犯法 如果玩到這樣 其實我們不能選擇 我們都沒有了 剛才我在想 究竟現在還有沒有騰跳賣 當然有 當然有 當然無數當然有 不是很痛 很痛 你真的不對 我們買來是掃車塵 你買來打兒子 我小時候 經常被我爸爸 打算拿來打我 但爸爸經常會嚇我 即無數也有分操優 但現在 可能很多朋友說 OK 因為接下來 有機會在談 好了 我也不想被人拘捕父母 可能我不身體虐待他 但也是另一個虐待者 有精神虐待 這是很難 你看看數據裡面 一年不會有一兩宗 我們其實很難定義 什麼叫做 我就是想說 什麼叫精神虐待 精神虐待 他好像沒什麼說 你要發現到 一些很客觀的證據 我們才能夠舉報 舉個例子 當然沒有 我沒有遇過某個狀況 發生 那時候我沒有記錯 十幾年前 有一個個案 我和家長談過 那時候打算談完 我會舉報 那個狀況是 我小朋友 早上吃東西 不肯吃 然後吐 小朋友 我不知道是真吐還是假吐 吐那堆東西 爹爹 就把那些吐桶物 包到飯盒裡 給他下酒飯吃 這麼壞 那時候我談 究竟是想怎樣 一 你沒有給食物去吃 我不會當作食物 二 如果你給食物去吃 我會舉報你若義 那時候談 沒有辦法 那個小朋友很頑皮 他用這個方法想教他 想給他一個教訓 阿Sir如果你幫到手 我們都想一起教他 我們那時候就 決定了這個 當作是一個 叫做 parenting的狀況 要求那個爹爹 馬上來學校 那時候 吃飯時間 就在學校裡吃 小朋友 他要去提供 那個五線給那個小朋友 然後吃飯時間 就坐在那裡 大家去談 發生什麼事 那時候沒有報到 這個狀況 接下來可能這個狀況 我們都需要報 報啦 但很難去定義 或者找到資訊 什麼叫精神虐待 我會罵你 死仔 死仔 生肉差 生你 這是不是精神虐待 罵一次和罵五千次是不同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很難在一個法律層面 真的可以是 確定到 他是不是精神虐待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關注到 這樣的狀況 成長 可以承受多大壓力 或者多不開心 幾個狀況 可以從一個 我覺得是溫柔一點 沒有那個虐待 是一個管教上 搞清楚想怎樣 如果搞清楚是 爹地媽媽是沒有一個方法 或者不懂 或者本身的language是這樣的 我們就交 搞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他影響到 小朋友的成長 我當 我每次他做菜的時候 我不打他 找什麼都出來 跟著一刀 都砍到瓶頭 每次都砍到他抽筋 躲在房間裡 這些狀況 我們還未有機會舉報 當然能否立到案 不是我一個話事 我們還有很多會議 或者有可能要經過整個法庭 去確立 那個狀況是怎樣 這個就很難定義 反而其他那些 我們會容易一些 就是性侵犯 性騷擾那些 摸到摸到 他講到 小朋友講到 我只需要知道 時地人 我們就不會問的了 將整個個案 交給警方 或者交給小福利署 因為他們 受過專業訓練 去問這一類個案 而不會污染到所有證供 我們會交給 所以那類個案 我們就簡單一點 我知道有事發生 不是 客觀地覺得 這個是 和性有關的虐待 接著就是時間 和人物 這就完結了 整件事情 但是你剛剛說的 也是 精神虐待很難界定 這個是否叫精神虐待 我看看 其實他相關的資料 他也有的顯示 不過我講的是 2011年 他講到精神虐待 有三宗 在頭一季 一至三月 對比身體虐待 97宗 你很難定義到 我說我看到紅色 我馬上頭很痛 你見到我都是紅色 你是不是虐待我呢 這個你定義不到 有的整件事 不是 我看見人家的樣子 差一點 其實我頭很痛 我覺得很大壓力 我這樣和社工說 接著我旁邊的同學 我媽媽的樣子 真的很難受 這些是否虐待呢 很難去定義 除非有些很實際很具體的例子 我們可以聞到 可以找到 有些很確實的證據 我們可以確定到 我們才能夠上報 不過你剛剛提到 另一件事就是性侵 性侵是一個 確實知道他真是性侵 不過除了接觸 但其實言語這些 都可以觸及到性侵 性騷擾嗎 你又可以這樣說 因為性騷擾的定義 也太闊 我如果在笑你的身材 最新定義 那個是平經會的定義 和法律上有些不同 我笑你的身材 已經是性騷擾 我們在這個 我們叫做 自己學校裏面的 anti-sexual harassment policy裏面 其實我們很早已經 教小朋友 是不可以這樣去講人的 女性是身材 男性也是很少 也很少 雖然剛頭也是很少 我不要少老師剛頭 男老師這樣的狀況 大肚腩那些 這些都是一些 所以你說定義上高 這些都是一個很闊的定義 很闊的定義 所以都是那一句 我們要上報某些程序 其實都是一些很嚴重的 或者嚴重的 現階段 嚴重的狀況 我們會 需要用到程序處理 其他我們都是自己教育的 教育的 你不可以這樣笑 這樣不可以的 這樣你是性騷擾的 在很小時候 我猜我自己做的就是 從小一開始已經有些 類近的教育給小朋友 去到我接手應該是 小四五六的 我們就開始一些案例 小一二三就快點認知 我們這樣是 私人捕困 不可以被人看 被人摸 被人摸 有些事情發生 你要告訴一些成年人 例如社工 老師 我們會有些這樣的教育 但去到小四五 我們開始有些案例 同理分析 你這樣笑人 這樣不行 是 我突然想起 我兒子 就是小一 然後他經常都會跟我說 我今天學了 哪些私人部位 不可以摸 不可以看 然後我有時候很趕時間 我剛才聽到 真的想換衣服 我兒子就會說 媽媽 你怎麼在這裡換衣服 然後我就意識到死了 抱歉 不好意思 他可以舉報你 我們會覺得 這是一個弱儀個案的處理 不過這個我想大家 要留意著 剛才說性侵 性騷擾 但還有一個就是 疏忽照顧 這個疏忽照顧 我覺得有點尷尬 有時候我看到小朋友 有一次 我老公做好心 話說他就見到一個小朋友 我想真的是 小一或者幼稚園 他就自己一個在路上 你見過我老公 我老公的樣子都很凶狠 但其實人是沒什麼 他就自己一個人 走到那個小妹妹 就跟他說 妹妹你一個人 其實他是很想 她應該會被警察抓 我馬上 其實因為 他剛剛送完兒子回學 其實他很想問 小妹妹是否自己一個人 因為覺得已經沒有理由自己一個人 那 誰知道小妹妹有小妹妹好笑 她一看著 就走得很快 但她的意識很強 但正常都是這樣 但我就是 其實我們有時候 心裏就覺得 留下補習 或者留下上學 那是否自己回學也可以 平時也是這樣 所以那個定義 我們會有些 我們需要跟業界 我們通常是社署 我們打電話 跟那邊的個案社工 去討論一下 某些狀況 也都會 我們叫做 報一報定 我們發現這些情況 因為都很多 客觀因素 我們要考慮 一是多少歲 你三歲下去 自己賣東西 跟那個十三歲不同 大家都定義都是兒童 在那個狀況 你十三歲下去 你又接受多些 但法例上 他又可以說 你若如我 我們會討論的 亦都沒有人性地說 法律歸法律 法律裏面 那些討論 我們就會 跟相關專業人士 去了解這些情況 也都看你去哪 他所說 如果我要送他去澳洲 他自己有個案是這樣 有些情況 你可以找自己一個人過去 但你找一些空者去照顧 有些這樣的服務 去到有人接 那已經是OK的 但不是的 你一個人自己坐巴士 由最長的巴士路線 是甚麼 53號 由元朗 坐到荃灣西 那邊一直坐 我自己中間要下兩個站 去買些東西 像段哥少年那樣 去找 我們也會 擔心 會跟家人談 是否有些特別需要 如果家人覺得 即是已經做了相關措施 這樣的狀況 我們也會去討論 所以沒有很實際的界 我們只能夠說 每個人都有他 每個家人都有他難處 我兩個人都要吃飯 是啊 我小時候 我老爸媽都被抓了 是啊 是啊 我那時幾年班 三四年班 都已經要帶著 弟弟 一年班 這樣的狀況 回到放學 那時的放學隊很有趣 小學的放學隊 去到某個地方 自己走 自己散 現在小學 初小的那些 我們不夠膽薄 高小才可以讓你自行放學 或者去到哪裏放學 其他全部是家長接送 這個社會因素 或者是整個社會的 我不知道是進步還是退步 去到有這樣的討論 接著照顧越來越好 有這樣的情況 以前哪有工人 現在幾十個工人來接你 兩個負責照顧兩隻狗 一個小主人 三個人來接小朋友 現在經常會發生這樣的事 所以社會不同了 我亦都覺得需要有特定的討論 讓一些條例和法律 是因時並進的 你一直說的時候 反而我就想 其實如果說到虐待兒童 有機會 都很容易中我們父母 不要說 你說打他 你就中了 你性侵他 你中了 你性騷他 你中了 但是剛剛所說 原來我冷戰 可能他會很害怕 原來他會有很大的壓力 原來我經常說他 可能已經犯了一個精神虐待 原來我留他在家裡 然後他一覺不覺 有些什麼事 我會被告這個 雙忽自顧以後 然後我想 這條街 我又不知道怎樣處理 那些比較壞的同事 那些比較壞的同事 就說你跟我關鬧 跟我談沒有用 我看條例而已 接下來很無奈地 如果彈性沒有了 我們不報我們是犯法的 我們還是要報的 我們數而已 現在不知道有新指引沒有 有新指引出現的時候 然後就這樣做 然後你看有多少配套 我們跟某些學者 上個月 聊過類似的狀況 我說是一件好笑 但是配套能不能做到 當我們全部學校的社工 或者是其他社工中心的社工 全部都打了那個電話 要去社署那篇報 要去警署報 那是不是人家的service 可以接得到 可以頂得到 可以去 接著在哪裡 以往是我們叫分流 那個case是否虐待 保不保護到小朋友 在最前線的同事 現在不是去法庭的時候 我都沒有法庭做完 但我覺得也要教育一下家長 究竟你這個行為 是否叫做虐待兒童 我猜接著會有很多 當例子定了之後 無論社署好教署好 我們學校自己好 我們都需要 我們的同事去識別 現在我們有一個特定指引 我們每年都會 BFD 同事 究竟什麼case 要過來我們 交給我們去處理 究竟這個 是不是一個特別的個案 接著下一步 就是要交給這個 為什麼呢 我識別了之後 我們怎樣去跟進 全部有指引跟 如果定義的指引再變的時候 我們就要再有些訓練 甚至是給家長好 比小朋友好 比照顧小朋友的所有大人好 我們都要給這些指引 遲些我們在其他節目裡 一定要講講這個虐待兒童 否則我們很容易採解 不過 我找社署的同事來 我幫你 那些 夾光 他們很嚴謹 是啊 他們真的很小心 不過這樣 我們講到虐待兒童 當然我們常常提倡摘威 不要虐待兒童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問一下 其實如果一個小朋友 長期受到一些叫做虐待的情況之下 對他們 我正在想 那個虐待 當然好像我們剛剛講的四種 可能都有四種不同的影響 是不是 四種不同的影響 那不是影響 那不是影響 那是形式 我們常常要留意的 影響當然 你打去就是心理上 其他就是心理上 我們要照顧的就是 有些身體上高 如果是因為虐待造成傷害 其實這些是很實在的 這些是比較容易的 然後會影響到的 我猜有兩件事 要照顧 就是成長上高 心理上高的所謂陰影 和關係上高的破損 我們怎樣去照顧這兩個部份 因為我們要說成長 跟著說 parenting 就是這兩個因素 很影響他們的狀況 如果我每件事都很害怕 我做什麼都給你打 做什麼都 罵我 不要做的時候 我有沒有勇氣 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buffer 有沒有energy 去踏前一步大過呢 然後有些事情 我試的時候會怎樣呢 我要避開你這些狀況 我便盡量不做錯事 甚至乎 盡量不做錯事是一個策略 然後怎樣呢 大過一些 我可以離開你魔掌 我便離開你 是的 這樣便可以避開這個狀況 成長上高 包括自己和關係上 關係上高 你又打我又罵我 怎會和你關係好呢 然後有些事情要教我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聽你講呢 有很多 應該這樣說 我會聽你說 但我未必會認同 因為你在這裡我不做 你不在這裡我未做 有些要留意的就是這個部分 因為成長是一個複雜的命題 我們大人陪去大過的時候 都需要有特定的關係 是的 我們有時候都會聽到 電視劇也好 電影也好 都會聽到 這個人今天有這個行為 某程度上是因為他成長而影響 但是有時候都會想 原來那個成長 或者那個童年 他們是會因為有一些事情 而令到他們長大的時候 都是會有一些行為的偏差 不要說行為偏差 我們所有成長 我們一開始做人的時候 都沒有能力去照顧自己 都是有一批照顧者照顧我們 照顧者照顧我們的時候 然後在這個過程裏面 亦都加諸了很多不同的規則 不同的我都可以叫做家規 價值觀 在裏面 吃薯條無益 我都會聽到大的 這個可以做 這個不可以做 再牽涉到一些文化狀況 男孩子不可以哭 要玩某些玩具 女孩子才好玩 洋娃娃 男孩子不好 玩車 玩槍 那些 那些是家長給他的 當然家長給男孩子玩 那些東西 那你不是在給不同的 是否價值觀呢 價值觀 你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選取了某些東西 給他 背後是代表很多東西的 我們哪些人給feedback 或者哪些人應該去 去停去 應該給他繼續去 在打人的時候 你打人的時候 很厲害 我就很容易培訓到 去用這個方法去處理事 但是不可以的 你不可以這樣打人 那些媽媽不喜歡的 我們告訴他 某些方法其實是不行的 即使到 可能很小的時候 他都分不了 他都會 有情緒的時候 或者不開心的時候 會用我拍桌 偶人這樣的狀況 小時候是會這樣的 因為全部都是很 instinct 然後我們不斷給feedback 就是在塑造 怎樣的他 我們給feedback 他那些東西是不OK的 還是這個方法可以的 我曾經聽過的家長說 他欺負你也不打開 是 是 香港 香港 香港很中產 我們不是 一些未開發的地方 都會有一些這樣的互動裡面 影不影響小朋友成長 當然會影響 然後我夠不夠膽去試一些新的東西 我試新的東西都被人罵的 就是我完全怎樣的狀況 做些什麼都被人罵的時候 我怎麼會試新的東西 我當然是最安全的 我怎麼不被人罵 最開心 最討好到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叫我做A就A B就B C就C 那我不會去越過一條界 小時候是好 湊起來你會開心 好聽話 好聽話 然後跟醫醫講 我兒子是好聽話 就是一個社交表現 其他親戚 好聽話就坐在那裡 都長大了的時候 當一些需要離開安舒區去發展自己的 我不管自己好 勇氣好 或者不同的狀況好的時候 那些同學小朋友 就難一點去離開那條界 因為我小時候的回憶 或者互動就是 我一離開我就會被爆 不管什麼方法 罵好 自己打好 我爆了的時候 我怎樣可以去膽試到新事 所以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影響 影響著他們的成長 被虐待的兒童 他們的情緒 或者是累積的情緒 是有什麼情緒 那當然 被虐待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 什麼叫做common sense common sense 你被人打得多 你都會 情緒不好 當然情緒不好 會不會一輩子都很害怕的呢 當然有機會會影響到 我們叫做一些認知扭曲 我做某些事情 看什麼狀況被虐待 被虐待會影響到 我認知某些情況 我被人打開和人的活動 我被人打開和人的活動 我是不敢的 我不敢去試某些事情 不敢做某些事情 當有人走在我身邊的時候 我便會害怕 因為過往 大人走在我身邊 我樣子比較嚴肅 便會害怕 小朋友便會離開 你老公走過去便會嚇到小朋友 有些便會影響到我怎樣和別人相處 怎樣和別人相處 我裏面有很多情緒 我很害怕 我擋下草了很多害怕 小朋友怎樣回應 要是我避開 我退縮了 我躲起來 我躲在桌底 要是我還拖 你嚇我的時候 只要我惡過你 我找到一些類近的經驗 我欺負你 我打你 你就欺負不了我 這就是 他怎樣表達自己的情緒 所以很多研究說 有曾經被虐待的小朋友 然後大了之後 和別人的關係 剛才我們講過 和親密人的關係 是難一點去建立一個 我可以信賴到 依靠到的關係 接著就是行為問題 有機會出現 偏差行為的機會 是會大一點的 這些 就是一些研究告訴我們 很直接有什麼影響 當然 要看我研究究竟 所謂虐待的定義 去到哪裡 我被人罵和被人性侵 是兩件事 大家都是虐待的 我被人 曾經我的 生命受到威脅 我飯都沒得吃 和我媽媽放我自己去乘地鐵 定義上高低弱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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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 是影響小朋友的成長 就是看法 很多研究都已經出現了 嚴重一點 就叫虐待 嚴重的時候 就叫看法 看法都已經是對他成長有影響 虐待 當然有影響 但看法都是虐待的 看法不一定是虐待的 我跟兩個定義 我覺得程度上是很不一樣的 你打你兒子的手掌 是不是叫虐待 我也有拍一下我小朋友的臀部 我不會打你兒子痛 我們好像在玩 要是拍你兩下 然後打臀部 然後打臀部 給我打 這樣看到 這是不是虐待 這是不是虐待 虐待我肯定不是 這是體罰 我都不會定義這個體罰 沒錯 但程度在哪裏 是不是有騰挑釁才是 如果有騰挑釁才是 那你就看電視劇也學過 有本電話簿戰罪打 那就沒有騰挑釁 很難這樣定義 但是程度上高 體罰再嚴重一點 就是身體虐待 不過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著 最新的一些公佈 究竟虐待兒童的定義 或者是 做戒定是怎樣 但是我們真的要問一下 Vector 其實我們都很怕 我們會 原來不小心虐待我們的兒童 就是能不能防止 或者是 想一下自己 原來這個是虐待兒童 是不是應該在時刻去提醒 或者如果那個小朋友 真的受到被虐待 我們應該怎樣處理 因為有時候不一定是父母 可能是一些 例如教職員也好 或者是一些興趣班的導師也好 沒有 報 如果家長覺得有問題 就找社工 社工會陪你一齊去了解一下 這種狀況 基本上這個學生 現在香港的系統裏面 是正在做學生的時候 一定有住校社工 由幼稚園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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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狀況 你應該報 尤其是有某些界 是很 很 你不知道 怎樣的狀況 底下 我發現了 我小朋友有點不開心 我很擔心 我就找人跟他聊 都可以找社工去了解 很嚴重的 你已經知道 當然是報警 都不用看 所以我覺得要報 就不是很難 但是發不發現自己 發不發現 是的 我們真的要提 有兩樣東西 我們需要留意 一 你的手法是怎樣去處理小朋友 當小朋友做得不好的時候 我們除了打、罵 有沒有其他方法 我會先數方法 如果你有其他方法的時候 我們就數 你有26個方法 A至Z 你選擇裡面 你可以做的方法 A不行 B不行 C不行 D 可能你一定會知道 在認知裡面 你會學會一個方法 叫做打 學會不等於你要用 很快 你不需要一定用 你要選擇 其他有沒有其他更加有效 對成長更加有幫助的方法 我們就要學不同的方法 有什麼方法 聽人仔細細 很多方法正在教 另外一件事就是情緒 為什麼要留意情緒呢 因為當我們情緒 我們自己 搞不定自己的時候 這麼多的家長 不一定是小朋友 很頑皮 我可以上班的時候 很大力 我可以和老公吵架的時候 張力很大 很辛苦的時候 當我們的情緒 大到我不能處理 我們會用最本能的方法去處理 身邊的事 最本能就是去罵 這個方法 當你出現這個狀況 你發現自己很大聲 我現在真的很厲害 好笑 這個我老婆聽不到 我跟老婆吵架的時候 我老婆我大兒子 還未夠三歲 走過來 她說什麼呢 她叫不要吵 現在我們大聲一點說 不要吵 不要這樣 有些釋路 告訴你聽的時候 或者你自己留意到 自己開始大聲的時候 我走一邊休息一下 然後再去處理回事 管理自己的情緒 是永世的功課 不只是小朋友管理情緒 大人人都要的 我們都會有苦的時間 我們都會有辛苦的時間 我們要找方法去處理自己辛苦的狀況 當然大人世界處理的事是很複雜 小朋友世界處理的事 都可以是很 對於他們來說 都很複雜 他起床 不能打機的時候 會發脾氣 不能打機 不能打機 但可能那時候打機是他全部 我怎樣讓他學識 是怎樣控制到自己 不需要這樣去打機 有個新方法的時候 他就可以控制到 大人一樣的 但我們辛苦的時候 我們都有十萬的方法 我們可以休息一下 可以聊一下 可以跟伴侶分享一下 全部事情都不行的時候 自己靜一下 看書 看喜歡的電視 休息一下 很多方法可以處理 不要讓自己去到那個狀況 不過一年十三個單元 我們都是圍著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小朋友 受到傷害 有時候我們是 我可不可以叫不小心呢 我也有很多不小心 我只是不小心 兒子跌落地下 他爬爬爬落地下 世上都是這樣 他不小心跌落地下 我們不小心 原來心情很差 然後罵了他 我們不小心 那五分鐘放在他家 然後就意外發生 我覺得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 不論是身體、心靈上 影響到小朋友 希望這十三個單元 都可以幫到大家 其實如果大家可以重溫節目 或者上我們YouTube頻道 都可以重溫節目 一年十三集十分感激 就是身邊的劉志遠 Fiktor 其實他跟另一個節目 人仔細細 都會說很多 關於小朋友方面的話題 我們在那個節目裡再見 謝謝你 拜拜 助你自在 自學 活出風誠人生 自在人生大學堂